好 台湾贵团 座辉贵团 观众朋友们午安 我是奥国珠 我们今天持续要关注的 当然就是陆军五四二旅的下士 洪仲秋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他到底是不是冤死的 那为什么会导致他冤死亡死 今天上午进行的是遗体的解剖 那么这个死因现在说到 这是参与解剖的高大成法医说的 应该就是热衰竭 高大成法医还说 是别人害洪仲秋中暑的 我们要来问到谁害死洪仲秋 现在答案似乎是不是已经真的呼之欲出了呢 但是相信这些事情一路到今天以来 国人更加痛心的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军中 公报私仇 整人风气一直都断不了 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 这么样的根深蒂固 这个陋习再度害死了这么一位前途大好的年轻人 现在说要二波的惩处了 但是惩处再多的人有用吗 真相出来才最重要 我们的三军统帅 马英九总统在洪仲秋死了12天 今天他说话了 但是重点是真相真的能够水落石出吗 中天新闻持续要关注到底 台湾共团今天关心军中人权 那么今天的现场请到四位来宾先为大家来介绍 然后赶紧的就今天呢 就进行一题解剖之后已经出来的讯息 在现场来宾为大家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一个评论 来看看经济事件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处置 才真的能够还给洪家人公道 当然真的能够把军中人权的这个陋习问题 能够好好的完全的给根除掉 现场这位来宾一一为大家介绍 从我右手边为您介绍起 第一位是军事专家张有华先生 大家好 今天现场请到时事评论员胡孝成 大家好 在行道资深的立委 而重点是有医学背景的来 沈大老沈富雄 大家好 现场请到了资深评论员周玉寇小姐 大家好 好 赶快带您来看看 那么今天早上这场解剖 九点钟进行到十点半钟 时间不是太长 但是借由疑点的解剖 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真相了吗 现在你看接着报道 法医师台评高大臣解剖洪仲秋 证实死于热衰竭中暑 是你自己中暑还是白人害你中暑 如果我是敢说白人害你中暑 因为你没可能自己中暑 高大臣研判洪仲秋中暑死于DIC 这是所谓的鸣散性血管内凝血 但疑点就在热衰竭致死的洪仲秋 脑部水肿之外 为何还出现的脸部肿胀呢 而除了中暑的症状之外 洪仲秋如果出现横纹肌溶解的话 肾脏也会长大 至于其他的疑点 例如腋下出现了红斑 是否代表曾遭人殴打 高大臣否认这样子的看法 家属另外质疑 红中秋脚踝出现的动漫肾血 是否遭人体罚呢 加上了死后为何出现窒息死亡 会出现的舌头外土 这些法医贪验之后初步都没有说明 法医解剖的结果 初步吻合军方开出了死亡证明 证明洪仲秋是天气太热中暑致死 但是这样子的中暑是否是人为造成的 二操到身体无法附和 士官长还不给休息呢 最后造成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这部新闻中部综合报导 到底最后这条人命是怎么样丧失掉的 这是一连串的肉丝串连起来的一个结果 还是其实呢 今天的解剖的一个状况 已经把答案给公布出来了 当然现场我们刚才已经跟我们的沈大人聊过了 这个最后的结果不会那么快出炉 还有相关的避体报告要出来 但我们根据今天参与的高大臣法医 在口述转述过程当中 到底他在解剖红中秋一体过程看到了什么 我们在这里简单为大家也做了一个整理 这个强调是什么呢 结果报告说到应该就是所谓的热衰竭致死了 刚讲到这个死因是叫做弥漫系血管内凝血反应所导致的 造成原因相当之多 这边说到中暑或是核温肌溶解症都可能导致DIC的出现 刚才有说到呢 因为中暑引起了甲离子的分离 所以破坏了肌肉细胞 于是造成DIC 但是可以确定是他身上是没有太多的外伤的 但是为什么会中暑 可能大家在这都想知道 谁导致了红中秋中暑 高大臣法医认为说应该是别人导致他中暑的 还是他自己中暑的 这当然接下来得要有更进一步的一个病理的报告出炉之后 才能百分之百的一个确认 但是刚才二舅有讲到了 过失致死的话 军方的罪相当之重 我不知道今天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报告结果 先请教有话哥 军方过失恐怕完全无法难辞其咎了 那个不叫过失 那个是叫序域 那个叫凌虐 假如是过失的话 过失大概就是一年以下了 假如刑期 一年以下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去提告了国防部长 就是说这一份我们已经讲到了 假如是凌虐人犯罪的话 凌虐人犯罪 依陆海空军刑法的话 那对不起哦 那就是七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所以这两者罪责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查过了相关的法律 但是我坚持 这一次的解破 它只是证明 洪仲秋的的确确是有人害洪仲秋中枢 而不是洪仲秋他个人造成的 我希望国防部好好的查一查 那此外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现在还有一个军医叫做李孟宴 好 李孟宴 那我必须告诉各位 如果这个军医都要依法侦办的话 请问陆军813医院的院长 副院长 心辅官 体检官 医务士 这五个人要不要移送法办 是谁官说的 这才是重点 今天我们除了要探讨他的死因 还要探讨一个 就是说整个程序跟整个过程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 是没有错 重点就在这 到底谁导致最后的结果出现 那我们说从解剖部分要确定真正的死因 但是这份解剖报告当中 我们还要简单的来继续请教室 沈医师 这个有讲到说 急救过程曾经洗肾过 而且急救的时候还紧急输血了7500cc 相当于正常人体需要血量的两倍之多 这又是为什么 这个是我希望能够知道 主导这个洗肾跟书学的医生 他的第一人称的讲法 为什么要洗肾 刚刚高大成医师讲的 甲力子过高的话 是要洗肾的 或者是没有小便 但是你灌了很多水进去以后 身体的水分太多 然后让你的肺部肿胀 没有办法呼吸 然后你心力衰竭 这个是要洗肾 但是为什么要洗肾 这个我们不晓得 但是洗肾毕竟进行过了 所以他没有休克 休克的病人很不容易洗 根本洗肾机器没办法推动 不过我对有华跟高大成医师的看法 我有不一样的看法 有华说这是蓄意 我认为不见得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如果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说热死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这些军人 对这个热的容忍度 过去跟现在不一样 我们当年当兵的时候 再热我们也在操 那现在这些娃娃兵啊 这些草莓兵啊 就过了一个温度以后就不操了 而且就搬到大树底下蹭凉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不是蓄意呢 因为同样的情况之下 有人不会这个样 不会中暑 有人会中暑 所以他的蓄意 我认为为你研制过度了 还有高医师 我认为他话太多 他不应该讲那么多 我觉得他的讲法充满情绪 他说他是中暑 是他人让他中暑 这是废话嘛 对不对 这个有他人让他中暑 跟他自己中暑 他也没有自己 自愿在太阳底下晒啊 所以这个他人让他中暑 我觉得这个有讲 跟没有讲 没差 还有他讲说甲离子 出来以后 让肌肉溶解 我就是倒过来 我觉得是肌肉溶解了以后 甲离子从肌肉里头释放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细胞 都有一个细胞膜 我们细胞膜的外面 在血液里头 甲离子大概在5以下 但是呢 在细胞里头的甲离子 是非常高 那这个甲离子高呢 是在维持 那个细胞膜的 电的稳定度 所以你的细胞膜 一旦破坏以后 你的甲离子 就从细胞里头 就冲到血液里头了 那这个血液里头的甲离子 如果有5变成6 变成7变成8 你心脏就停止 所以洗肾 很有一个可能 在我们这位红仙的身上 就是为了要把甲离子 拉下来 这非常有可能 不过如果高医师的讲法 我认可刚好跟 正常的生理现象 是搞过来的 那好 这个专业的医师 有在这边见解上 这我们现在看到的 相关的讯息上 来判斗的话 其实有些还是有些 在这边的争议点 还是有出现的 我补充一下了 今天其实高医师看到的 就是大体解剖 所以用肉眼看的 那今天要由肉眼看 马上有一个结论 是不容易 我们应该要等 进一步 有显微镜底下 所看到的病理报告 我们才晓得 的的确确 他是因为怎么样而死 我甚至担心 要真正找到 他致死的第一个原因 恐怕在病理学上 不是那么简单 是时间timing过了 还是 我觉得是 因为是这个事件 甲变成事件乙 引导到变成事件柄 这是一连串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刚才 有讲到弥漫性 血管内的灵血 那比如说有人生小孩 他那个羊毛的水 跑到血管里头 也会这样 类似酸塞 对 酸塞死的 那通常很多人 就酸塞死掉以后 去解剖 他看不出来 是看不出来的 就是有的时候看不出来 有的时候他酸塞的地方 你刚好没有看到 那个显微镜底下 所以以前很多 生产致死的 妇产科的病例 那妇产科医生 为了有一部分 为了卸责 都说是羊毛神塞 因为羊毛神塞 是不容易 没有办法 百分百被查出来 所以现在是 沈大老在这边 是担忧真正的死因 最后到底能不能够 完完全全的 完全的冲事 我觉得我应该从几个方面 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刚才高法医 所讲的一些部分的话 当然我非常同意 那个沈大老的做法 就是还有病理这方面的 一些佐证 那不管怎么样来讲的话 这个最主要就是说 一口落的论论 我就说这是我灵虐的话 我觉得它必须要符合 两个要件 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所谓它有虚异性的 它有故意性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必须要符合 所谓的比例原则 如果你会发现比例原则 什么叫比例原则 假如我今天叫你 50个福利女生 这一般正常 如果阿兵哥都做得起来的话 50个福利女生 这样子有没有 做OK没问题 但是我跟你讲说 你50个福利女生的话 每一分钟 休息一分钟 再做50个福利女生 一口气做了500个 这个就是已经违反了 所谓比例原则 那所以这 目前要最先清楚就是 你这个到底是 灵略还是管教不当 这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所谓的教所 那这里面有两个 我可以提供给君姐 两个主要的方向 一个是监视器 监视器的画面 可以说明了 很多的部分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 通联 为什么讲通联 部队跟部队之间的 一个通讯 基本上来 那都会登记的 谁打过什么电话 说了什么事情 交代了什么事情 有没有 如果说今天有这个 有我们所指的某一个人 他今天有特别跟 这些紧闭室的 接护室讲说 好好照顾一下 你知道好好照顾 四个字的话 它有很多不同的意义 在里面 那我们就要去弄清楚 好好照顾这四个字 是不是要我特别 要修理它 如果是有的话 那就有所谓的故意性 只有零月的那种情况 你刚才有提到一个 就是说那紧闭室 紧闭室的接护室 不会让里面 被紧闭的阿兵哥 士官兵 休息下来的 我们都会讲说 照表操课 我看这一天报纸上面讲说 一个早上一个小时 然后两百个福利引申 晚上一个小时 有两百个福利引申 之类的 哪有那么轻松啊 这中间还有很多的东西 在里面 包括什么像 我们可以叫你全副武装 然后在那边做 大太阳下面罚战 做立正扫兮的知识 我可以做立正扫兮的知识 让你痛不欲生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紧闭室里面的 一些这种文化 所以我是很成口呼吁 就是说 国防部要针对这次 所衍生出来一些那种 军中文化 还包括一些这样子 制度方面的问题 要做一些改善 好 援生出来 这是长期性的一个问题了 但毕竟现在人命一条 已经出现了 就是这么样的消失了 所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接下来 我们还是请沈医师 带大家来看一下说 其实在这个 今天的解剖里头 还有哪些的疑点 在这里还没有讲清楚的 来 我们就请教沈医师 我们简单 有个人体图在这里 那今天这是 在现场的记者 带回来的相关讯息 告诉大家 解剖说脑部有水肿 这就是热衰竭吗 是中暑脱水所导致的吗 但是又告诉大家 脸部是不可能 因为中暑脱水而有肿胀 但是它有肿胀 不 我觉得死后解剖 任何部分都可能胀 都可能肿胀 所以我觉得肿胀的部分 很不容易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死因 但是是急性的 是急性的 从肿胀研判它是急性的 那这个恒温肌溶解 因为这个跑马拉松的人 也会恒温肌溶解 就是运动过度吗 对对 因为你伤到肌肉嘛 是 那我们骨骼的肌肉叫恒温肌 那内脏的肌肉叫平滑肌 那肌肉里头的甲力子都很高 是 所以那个肾脏 它脏大到400公克 就是大起来了 对 这个表示急性的 因为我们通常洗肾的病人 叫慢性肾衰竭 对 肾脏都是萎缩的 反而是萎缩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判断说 长大了吗 它是急性的病 急性的 但是是不是恒温肌溶解 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它洗肾是因为甲力子高的话 那恐怕就是恒温肌溶解 不过恒温肌溶解不会死 因为只要你帮它洗肾 把甲力子拿掉 你就帮它撑 它有一天 就不久 大概三天五天 一个礼拜 它会好回来 这个就跟我们几天前讲的 那个毒淀粉中毒一样 毒淀粉中毒是让近端肾小管伤害 这个恒温肌大概是让远端 近端恐怕也有可能的肾小管受到伤害 所以它是这个色素 这个溶解以后 这个球蛋白的色素 去把肾小管堵起来 那通常肾小管堵起来的严重性 是不如肾小球的伤害 如果你是肾小球伤害的话 回不来 但是如果是肾小管的堵住的话 一定会好回来 所以如果你洗肾 帮它把这个命撑住的话 这个应该不是不可逆的反应 那这个舌头外吐 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讲 这个你说是自喜而始 或是严重 这个我没有办法翻译 因为我不是法医 腋下有红斑 这个其实是不是丝斑呢 丝斑是不是红色的呢 而且是在腋下 如果你人家殴打 其实殴打不容易打这个地方 对不对 不太可能吧 那这个脚 这个动脉的肾血 招到体罚 我认为如果招到体罚 只有这么一个地方肾血 也不太可能 又太少了 我觉得只有单 这个不容易发生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这个也不重要 这个我没有办法解决 被掉或者被捏 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恐怕也不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病人恐怕是中暑 然后他急性的心力衰竭 肾脏衰竭 然后就是应该这样的病人 如果不是拖延治疗 即时送到好的设备 好的医生的手中 这个命是可以撑下去的 所以他第一时间有说到 这个师官长来给了他气喘药 看到气喘吁吁 呼吸呼不起来了 这一点我是比较有意见 因为通常如果心力衰竭的话 你会喘 我跟你讲 喘有好几个原因 喘就是各种酸中毒也会喘 你肺部不好也会喘 你气喘病本身也会喘 但是你以这种情况 最大的可能性是你心脏不好 你心力衰竭 如果你是心力衰竭的话 你是左心式衰竭 如果你是左心式衰竭的话 你不应该给他气喘药 但是如果给了气喘药 大概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也不会死 但是也不会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现在还不晓得 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不过这是一个急性的 不管是外力也好 或者过度操作也好 或者是阳光的伤害也好 这是一个急性的病况 如果不拖了太长 而及时治疗的话 是可以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 讨论这个case 我们现在麻烦在这里 我们没有第一手的治疗 我们也没有三种 军医院他的入院的病例 我们也没有他洗肾的过程 的病例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因为都扣在国防部的手中 而且都要移转给检调单位了 所以我们凭着这个资料 欠缺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做一个确定的判断 是比较不容易 谢谢 谢谢沈大老神医师 当然说相关资料 在军方手上 那这些资料 到底能不能够让真相水落石出 当然恐怕还得时间 才能够证明了 那军方到底在整起案件的调查 能够展现出多少多少的诚意 但看到这我不知道 郁寇姐您心情如何 这个到底实际还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但看出来死前非常痛苦 其实这个事情发展到今天 我觉得我们感觉到的民众的氛围是 全台湾的民众恐怕都心碎了 真的 就是说他不只是这个案子 发生在一个年轻的当兵的 这个生命身上 而是在12天当中 到底我们的政府的应对的态度是怎样 刚才这个生活委员讲得很好 现在所有的相关资料都在军方的手上 那当然调查中的案件呢 是必须有一个这个军检的司法调查 可是对人民的那种恐惧 犹疑猜测 跟整个社会的不信任 你主要要有一个说法吧 到12天的今天 我们才听到三军统帅 马总统出来讲话 没错 而这个过程 我们刚才所追究的死因 里面所延伸出来的会是什么 如果审委员讲的说 因为他的急救的过程会延后了 才造成他最后的死亡 那我要强调刚才有华讲的 那个军医官 现在这个军医官 他是一个义务议的军医官 他被很刻意的被放大 被放出来的消息 好像他从这个 据我知道269旅的这个禁闭室 头是禁闭室 尾是这个军医官的 他的办公室 其实中间还有一段小小的距离的 那如果说最后解播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急救的过程 这个军医官的疏失 那是怎样呢 怪不得今天吕梦颖的家人 要去找民进党的委员 这个来担心他是被嫁祸 或者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 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说 他是怎么死的 才去追究责任的话 那就是这个结果 但是我们要讲到的是 何以置之 为什么他一个拿着这个照样手机的一个 这个这个快要退伍的这个兵 然后他可以 他还是个下士 他竟然在短短的半天当中 就可以体检到269旅去 这关禁闭 我的家人里面刚好有人是269旅的 当兵的 义务役的 而且他是做心理辅导官 他跟我说 他的这个当兵的期间 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案子是 封禁闭的经过体检只要半天 通常都两天 而且心理辅导官一定要随时的去辅导 还有有这么严重的要操练他吗 这不是虐待他吗 要整一个人就是以不以外伤作为最高标准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马总统跟国防部 你都低估了他对民众的那种民怨的上升 如果你在短期之内 还在这个死因上面在那里 推来推去 还在什么军方检查的这个案子里面 在那边脚来脚去拖延到 好几天都不让人民知道 当年的白小燕案子 我跟你讲 对民众所造成的恐惧感 最后是怎样 是上街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 他跟人民的对话上的这种失败 这种缓慢 是让人民觉得心碎的最大的原因 网友已经在酝酿要上街了 神医师要补充 这个军医官到底有多大的责任 这个不难 最后不难知道 当然现在他的父母亲很急 所以到处呼救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所以说这个军医官 什么时候被通知 来看这个兵 来看这个兵 还有你来看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观察 在你手中一共多久 然后这个里头 你决定后送 为什么 是因为你觉得你束手无策 你做不到 你救不了 那你送的时候是什么时间 一共拖多久 那你送过去的时候 那下面就是三种的责任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军医官从开始到后来 站的时间多长 然后你在手中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他的情况有多大的变化 这个不难 所以我在这里要劝这位军医官的父母亲 你不要紧张 是 但是声务员 大家不太相信军方会真的去查真相 现在担心的是说 他们有一个集体的共犯结构 在那里蒙蔽真相 好 没错 大家担忧是真相根本不会雪落石出 那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 层层关卡都有被记录下来 接下来这么惩处名单 第一波有27个人了 这么多人之后 那到底谁说的话是真的 那么接下来该接受所谓的检方 军检调查这些人 讲出来的事情会都是统一的一个状况 还是在这段时间 他们已经串供串成出一个结果了 真的会有替死鬼出现 我们当然不希望 但重点是真相一定要雪落石出 我们待会来就继续带你看到 那么在洪仲秋雪山活乐的时候 他的长官们在干什么 那禁闭的问题到底这时候该不该好好的解决解决 我们待会一起讨论